老花姨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没人想完问题 第一个话说 老花姨我去年买的满天银 底部叶子有点干 客服说没啥事 我刚长的叶子也有点苦 他帮我干一下怎么办 我谢谢了 朝东的阳台四五天一回水 水里边加点质比较灵魂和通行的银 一样加来干一下这个臭宝 它通风比较差 光脏不够意思 你那么多的挤到一块 它能舒服吗 你像我们 有的话说哪年棚里面不也挤一块 你看我们棚里面都烫一烫里面 它都有空隙的 它不是说摆的那么挤 你摆那么挤 蒸氧气 你打个比方说 你有两口子睡觉 不可能嘴嘴嘴的睡吧 蒸氧气嘛 光脏给住 稍微摆的细一点 不要那么挤 太拥挤了 好吧 就是通风比较差 光脏比较差 别的没有啥 像这种干枯的叶子 第一时间给它剪掉 清理干净 防止它在这个里面发霉 并变 好吧 下个错吧 老花姨好 你看我香松咋的呢 那香松啊 有点缺光啊 有点水大呀 有点通风擦呀 你看 混混的就是水大缺光 通风擦 水大缺光 通风擦 没别的事 下个错吧 绣球叶子交边 怎么回事 水大缺光 不能给你正儿八经的 说这个 昨天的时候也有讲 像绣球花呢 它不喜欢强光的猛晒 这个呢 就是缺水了 偶尔缺过一回水 然后呢 猛了一下 太阳在一晒 它就这个小样子了 好吧 现在还是光照有点强 绣球喜欢什么样的光照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 就这种 哎 很明亮的光就够了 好吧 就人的皮肤感觉到 稍微有点热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难受了 好吧 绣球就这样 大花绣球 我说的 你别扯那个圆堆绣球 欧洲木绣球 中华木绣球 那些 月结花在这个地方 掉也挺好的 你往里搬一搬 往屋里边放放 好吧 这个就有点晒 有点那个 缺过水 好吧 下个错吧 桂花基本上 每个夜间都发黄 这不很正常吗 你这样养 对吧 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它是一个缺甲症 好的话 什么叫缺甲症 一般就减性过高 不过你现在这个呢 新长出来的叶子 不再那样了 说明你换的这个土 还是比较OK的 慢慢的再长出来的 就会慢慢的好一些 日常的时候呢 可以多接一些雨水 来浇花 没有的话 就用繁肥水 就可以了 好吧 繁肥水啊 记着点 老外一你好 蓝鱼花 还有活过来的可能吗 有啊 这不长挺好的吗 之前水大闷根又脱光 昨天松土翻出来 吹吹风扇 重新在这种去 正常养护就行了 还可以再反过来 蓝小花的生命力 远比咱们人类想象的 要强大得多 喜欢光照 喜欢光照啊 没有光照是养不好的 宝贝 下个臭宝啊 蜘蛛花一年多了 没有虫害 也没有发芽的迹象 这不就是有点 那个浆苗的感觉吗 这个臭宝呢 就是普遍的来说呢 就是一个碱性过高了 这个东西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 是吧 胃酸分泌不足 而导致的消化不良 从而呢 导致的浆苗 就跟人一样 植物营 是吧 他又不吃 你给他吃什么东西 他又吸收不了 怎么办 现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用繁肥水 来解决浇苗 然后呢 如果说现在室外的 最低温度 在15度以上了 放到室外 多晒一晒太阳 多淋雨 狮子化不怕淋雨 多淋雨淋雨 然后用点繁肥水 就能缓过来了 好吧 现在就是 什么能救他 就是室外 好吧 阳光 让他出去开心开心 用点繁肥水 解救解救 好了 现在养问题就到那了 觉得不错 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 拜了